现在手机真的有点夸张啊 这台S23 你看它一共亮屏了5小时26分 当我打开这个功能之后 手机就会绕开给电池充电 直接供电给手机 为了测试这次三星新发的S23小杯 我带着贝姐来到了上海彼士尼 一整天的游玩 S23能否通过严苛的考验 我们的Friendly Neighborhood Spidey 怎么看呢 看来它没意见 S23的游戏性能如何 还是冬天的充电宝吗 对比S22 S23有多大的提升 这次真的只能起来了吗 听好了听好了 大家点赞点起来 我们一起看一下吧 这次来到迪士尼测试 说实话成本有点高 但是为了节目效果 大家都知道该做什么的了 就刚刚拍了一会儿一会儿 这边只用了2%的电 22已经用了10% S22、S23新老之战 主要配的还是续号 其实不用多说 大家都知道 所以它是追踪了赢家 但是这差距到底有多大 S23在拍摄 功耗 续航 游戏性能等 全方面的碾压S22 S23的这个续航 对于S22来说 已经充电好几个来回了 可见AGM-1有多拉垮 这期视频就先来说一下 大家最关心的续航和游戏体验 下期我们再详细说一下 S23的拍摄和综合的体验 现在是晚上的10点18分 我现在的电量只有1%了 这台手机真的有点夸张 这台S23 你看它一共亮屏了5小时26分 中间我拍摄了2小时的相机 差不多20分钟的原神 47分钟的抖音 微信等等这一系列 没想到吧 这个小杯这么夸张 全程我是使用的5G 当然今天天气不太好 所以它这个机器 其实并没有一直在一个 高亮度的情况下面 但是就这样子来说的话 像这种2小时的视频拍摄来说的话 还是非常厉害的了 现在手机用一天 真的没什么问题 这次的S23还有一个非常强的 一个游戏相关的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的话 目前是没有下放到其他的手机 也就是只有在新发布的S23系列上面才有 当我们下了通知栏之后 在这边点击一个叫点击打开游戏助手 在游戏助手的设置中间 这边多了一个叫暂停USB PD快充的 这样子一个功能 简单来说 这个功能的意思就是 当你的手机的电量 现在是处于20%以上的时候 当我打开这个功能之后 如果我在拿这根线来充电的时候 去玩游戏 这个时候手机就会绕开给电池充电 直接供电给手机 也就是说是完全是通过用这个线来供电的 这也就意味着 不会一边充一边玩 而导致手机的发热 同时对于整机的一个功耗和压力 都会有非常大的提升 对于电池的损耗也是非常的友好 所以这个功能确实太强了 我们先对比一下原神 在这两台手机上的开启速度吧 这台S22我已经用了真的好久了 几乎每天都在玩原神 对于频繁的发热和各种的卡刻也算是不堪其扰 这次的S23的加载速度明显要好于S22 我们来跑一下这个原神 来看一下它这个帧数表现的情况 我真的不敢相信这是个小杯 非常的流畅 这还是在大世界的 在设置方面的话 我也会拿它跟S22做一个对比 我们统一的会把在画面里面改为极高 之后帧数改为60帧 去做一个测试 搭载了Agent2的S23小杯 当时没想到原神可以基本稳定在60帧 画面非常的流畅 从目测来看大世界的整个游戏体验 要比S22好太多了 在测试开始之前 S23的背面温度为32度 帧数还是相对的稳定的 基本没有明显的调整的情况 经过15分钟的游戏之后 背面的温度来到44.3度 屏幕的温度是41度 整个边框和背面没有明显的发烫 感觉还是可以接受的 之前打开的PD静止充电的设置 让我的充电到了20% 就不再往上去了 同时温度还下来了 经过持续30分钟的游戏 温度竟然还下降到了41度 这个弹幕牛皮可以走一波了 屏幕正面也只有42度 这个表现我真的不敢相信 是一个小杯 说真的 S23给我带了非常多的惊喜 或者应该这么说 去年的S22实在是过于的拉垮 所以这次的对比 让S23的提升显得额外的明显 三星这几年在S系列 可以说牙膏缩过去了半管 这次S23系列的提升 我一直也在说都在看不到的地方 确实三星现在的精力 都压保在了C系列的手机上 Fort Flip确实也相当的不错 特别是Fort 4 确实今年的S23全系 都是蛮值得购买的 就像我说了 除了贵 没啥特别大的毛病 如果23小杯能有个12级的话 我相信 这绝对是当年的 战胜S20小钢炮的贵位 下期视频 我带你了解S23小杯 超强的拍摄能力和使用的体验 敬请关注